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全新制作的《On Follow》 这场演唱会我更希望大家享受属于你们自己的那一份激情和歌声 他应该在鼓励一种勇气吧 人为什么沉溺在社交平台上那么需要别人的Follow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当你活着没有一心深爱的目标的时候 你只能随波逐流 确实也看到了大家为了得到多一点的关注 做出了非常多不值得做的事情 活在一个假的世界里 自欺欺人 所以如果王峰愿意鼓励大家破解这个对于追踪关注的迷思 我认为是一个很值得做的事情 我心里的摇滚其实是对一切的质疑 他即使偶尔散发出挣扎向上的力量 他也依然还是站在一个质疑的基础上的 《上海》 第三个主歌阵我们不用直接打个这么的光束了 是不是康永哥来了 大了 永哥 我不敢再叫永哥了 哎不敢当不敢当 我太荣幸了我看到你菜牌啊 今天因为最后一天 我刚才单恋了和声 这会我把几个新做的视频稍微的跟灯光师讲讲 然后一会我我和整全乐队会演奏几首 你感受一下太好就 ok 了 太好了 好吧 我非常荣幸 哈哈 你忙 来 下一首是 稍等稍等稍等 啊麻烦那个勇哥可能需要一个 耳机 对因为听外面这个是不舒服的 对 不要用太多的灯 就是让人逮不住重点 但是情绪的重点要 你要想办法运用你所有的手法 抓住是人不同的情绪就行 好吧 来 我跟他没有第一首的接触 那今天会是第一次我能够跟他当面谈话 我感觉很微妙 因为他很显然遵循很多演艺圈的对于明星的人设 可是他身上又依然有一些他给自己的人设是可能更像音乐人或者摇滚人多一点的 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下来他对于那个摇滚人的人设还有兴趣吗 还是他还眷恋吗 还是他觉得可以完全摆脱那个人设 那个小虾 凉粉 你喜欢吃肥肥 不喜欢 肥肥我可以啊 可以 来个肥肥 对 这好吃的就两种还是三种鱼 就不是最贵的那种鱼 最贵的鱼 刺 我没有那么嫩 我没有要你点最贵的鱼 我们就两人啊 你别点太多 是是是 不是我一直吃的那两种 笋壳和粘鲤 就各来一条 微辣和酸菜的鸳鸯 对对对 这样的话康永哥也能吃 好了 可以了吧 啊 这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那个 豆皮 然后蔬菜 点的太少了 你们家是有马蹄水吗 还是你想吃他们家的酸梅汤 一份的是酸梅汤是吗 来一杯酸梅汤来一扎雪梨就够了 好 真的够了 吃吧你吃吗 真的够了 真的够了 OK 是的 我想讲一个事情 一定会觉得我很好笑 就是 我其实以前的 虽然跟张子怡见过几次面 可是我有点怕他 你知道吗 就我没有跟他讲过这件事情 即使他跟我笑 我都还是觉得他有杀气 这个是我的误解吗 还是 你从来没有 这也 这个倒不叫误解 我觉得 他一定是要有这样的气场 他气场超强 嗯 否则一个 你加一些 好 谢谢 否则 一个女生从过去的小孩子走到今天 没有这样的气场 好像也应付不了所有的事情和命运的转变 种种这些吧 你不是不怕任何人吗 差不多 我干嘛要怕呢 没有 我恐高 比方说我 我除了恐高 其他什么都不怕 比方说我主持典礼 张子怡就坐在第一排 你会怕的 我看他那个杀气呢 我就想说我待会再惹他 我就不要第一个惹他 就是他 我虽然没有怕到不惹他 可是我会怕到说 我最好不要第一个就惹他 我先惹惹别人呢 他看状况知道他逃不过了 我再惹他 所以就是 没有那个说 我测试一下 我能不能够跟这个人来往 打瓷 比方说很多人没有跟我吃饭前 他也会觉得我很可怕 就会 你知道很多人访问我的时候 他们会跟我说 他们正在发抖 就是 就是我就得要 让他们知道我不是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 和跟你说第一句话 我就完全没有任何 而反而我觉得你 就是我可以 特别亲近和跟你说很多 我心里话 我是这样的 OK 所以你跟 你跟张子怡也这样 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就 不会 瑟瑟发抖是绝不 绝不会吗 绝不会 我想象中的场景是 你遇到了一个你克制不住的女生 然后你说我要征服她 不是这个场景吗 那样 那样会 除了累之外还会 还反正就是 再麻烦 对 不会 哦 所以 那你们家 谁的照片打 他呀 哈哈哈哈 还要问吗 我是 我是特别 我帮你 又咋了 嘿 真行 哎 服务员 你现在把这个这么转一下 把不辣子放这边 辣子在这边 对 可能一会儿会加一点酸菜 因为你们酸菜好吃 如果现在开了就放鱼了可以 我第一个想看一个男人 有没有觉得自己变成熟了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我很陌生的事情 他愿不愿意看到自己在某一个阶段是幼稚的 然后还是说即使到现在 他依然会以幼稚为傲 那有可能 就有的人可能觉得他一生都不想要变成熟 那我想看看他身上有没有这个分界点在 节目由北欧豪华旗舰行轿车 Walware S90 独家冠名播出 你说家里你不放照片吗 有 但是大的是他的 所以这个这事情是有意识的吗 还是就是默默的 他放上了你就接受了 我我就我就没有想这个说 谁大谁小这个 我想 可是不是每个明星都在家里放照片的 正好那个地方适合 是这样 有一点很大的 是我作为礼物送的 是一个专门画这方面 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 为他画的一个肖像 两米多 你知道吗 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挂在那是OK的 嗯 那至于其他的照片那种的 会是有一面墙 是我们和孩子呀 或者我们俩就那样的 对 那家里要放你的歌吗 平时不放的 真的不放 多烦呀 虽然他说我的问题很狠 可是我其实今天很收敛 就是 很多我可以趁机打折隧困上的机会 我都没有打折隧困上 还是问到了很多有趣的景象 是我没有想过的 那你去开循环演唱会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会来 会来 嗯 他在台下你的表现会不一样吗 可能第一次的 那 头一两首歌会有一点 但马上 说实话就 你不要去想 想了会分神 嗯 就像是 我特想让我爸看我演唱会 但这辈子也不可能了 嗯 但是我每次想上 想着他看的时候 我都会心里 觉得哎呀 还是 就别是别叫了 那个反倒我会觉得有 对 就是爸妈这种的 让我就觉得哎呀 就是 但后来 年年纪稍微再大一点了 就好多了 所以全世界你最想要 向他证明你自己的是爸爸吗 我爸爸和 女儿 哦 醒醒 对 哎 一定是女儿 因为儿子 他两岁的时候 每天唱二十遍 一起摇摆 嗯 两岁 现在就是每天拿一个儿童吉他 咔咔咔咔就这么摔头 后来我我我想这应该不需要 哈哈哈哈 不需要证明 是是是是 对 醒醒更 更是女孩那种 而且和他的 很多的时间更多吗 嗯 爸爸是因为没有机会了 嗯 所以更想 是对 让他可以开始因为我 享受一些 生活上更好的状况 嗯 看到他儿子 哎 终于 他就走了 在他出事前的三天前 嗯 刚在北京 我们一家人 嗯 吃了过吃了一顿饭 聊各种东西 然后我去了 丽江 嗯 演出 音乐节 然后我姐姐给我打过来电话 嗯 早上七点多 声音有点发抖 我就觉得不对 他没有直接感 直接说 他就是说 早晨爸爸摔倒了 嗯 心脏 还是心脏的事 他说 他觉得好像 不太行了 我一听这话晕菜 然后 我接完这个电话到回到北京 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因为丽江没有直飞 嗯 啊 也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反正晚上11点多 嗯 我直接见到我爸爸在 就是去太平间里 嗯 见到的 所以我后来写了一首爸爸 嗯 在他 离开以后 三年以后 我才写的这首歌 那首歌 我每一次在演唱会上唱 底下的人都会哭 嗯 有一轮巡演 每一场我都会唱 但是从那之后 我再也不会唱 嗯 因为 我 我觉得 我心里会觉得不太舒服 懂 妈妈有看过你的演唱会 看 嗯 看过 她第一次看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差不多如同他们听 听到我 唱飞得更高之后的反应 就是 那个感觉就是 嗯 儿子你现在确实有出息了 哈哈 就是 开心 但是不会啊 就他绝对不会的 嗯 但是我大概明白 就是他们很开心 是 我读过一个不知道对不对是 呃 据说你妈妈过世前有说过 说她很希望能够跟人家讲 嗯 黄峰是一个真的什么样子的人 嗯 所以 她是觉得你被误会了 嗯 她特激动 她从哪里知道你被 怎样描述 到处都是那个新闻 那样什么的 她说 不行 我我我死之前一定一定要找一个 有良心的记者或者什么 写一个就我儿子真实是怎么回事 然后你知道吗 我我我连一分钟都没有 等 就是她说完这句话马上我就回答 妈 你小时候吗 因为 你有可能倾注了一吨的泪水 写完了这篇东西 然后别人看完了第一秒钟就回答 哎 那是你妈 所以她能不这么写吗 完了 你所有的心血眼泪都还是会变成别人的 还是会变成不相信人的久资谈资 就是一个笑话 你跟她讲 啊 这很扫兴吧 那也好过她正准备做这个事 不可以的 真的 个人争辩没用 自己解释没用 谢谢 痛斥媒体我试了 各种好 好 这都没招吗 突然有一天我我觉得哎好像就应该这么做 就是 不要怂 不要不出声 可是去争辩又没有意义 只有一条路 做更牛的事 只有这一条路 每个人有自己心中的尺度 你自己去对一下 你到底是相信我是这个 嗯 还是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我就不真的没法说 我没也 我也没法说你也不能相信 嗯 对 就干脆就是你爱咋着咋着吧 我赶紧做我事 只能这样了 只能这样 后来我发现她的点不在那 嗯 不是说她特别感兴趣你解释什么 不是的 她感兴趣的是她现在没事 她想听进这些事让她的生活很有色彩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解释什么都没有意义 对的 你最多是别人 三天的谈词 嗯 可能都不到 对 你就把自己放的平静一些 和大家像好朋友一样 吃喝玩乐 打闹 但是该正事好好做就完了 你看了张子怡的生活后 你觉得做演员跟做音乐人 哪一个苦 本质上没有差别 嗯 表现形式上 演员更苦 更苦 我肯定是不行的 让我 在那 说今天这个镜头一共就三分钟 让我早上五点钟化妆 然后等到第二天的凌晨两点 你再讲一代总是吧 不管是什么吧 就可能我就是 常常就需要这样 的嗯 就是我 我我我会就是我干别的了 我我做 还是我能自己把控的 吃不了那个苦 也我觉得那也不是苦 可能个性的选择吧 所以如果你的小孩跟你说我就是想唱歌呢 我会告诉他 什么时候我知道你热爱唱歌了 我在帮你 我在那之前你放心 你不管你告诉我喜不喜欢唱歌 我也不会帮你 就你可以问我 这个歌怎么写 为什么我这地方唱不好 我肯定告诉你 但是如果我发现你唱歌是因为觉得好玩 或者说有别的目的 我也不会拒绝 因为年轻人什么都可以尝试 但我不会帮你的 因为没意义 他就在你的演唱会前面当开场的嘉宾啊 好多事都有意思啊 都能让他完成自我 这个行业 我我倒不是拒绝 就就我还是有一个前提 你得珍惜 所以微博上面说 爸爸妈妈到底要不要替小孩子 决定未来 你觉得呢 我自己觉得 百分之三四十就足够了 可是当你说不能不替 当你说很苦的时候 其实某一个程度就是 干涉了这件事吗 是吧 不啊 如果很苦 你告诉我你就是谁喜欢 嗯哼 就像我儿子那镜头 再苦都要 必须呢 啊 我绝对不会有 我不是因为他苦 就阻止他 说作为父母啊 知道这条路有多苦 而是因为你不喜欢 因为我知道一切的源于你热爱这个菜 你才会做好 对 无论多苦你都有出息 你要不喜欢 我怎么帮你也没戏 所以你刚刚说百分之三四十是指 你会告诉他你对这个事情的理解 嗯 然后你会提醒他 会遭遇到哪些困难 对 那就还是帮嘛 对吧 是是帮 但是当我发现他不热爱的话 我就会停了 真的 因为我知道那结果会怎么样 你就会经历这个 所谓的这个圈子和这个行业的各种洗涤 你在地上摩擦来摩擦去 然后自己很失忆 所以如果你们两个人对于教育小孩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 到头来还是得商量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争吵 但是这个争吵不会是啊 就那种不会的 觉得这事不是特别较劲的时候 也许会有一方向另一方妥协 也许不也许是这一方不认为是最好的这个办法 嗯 但是因为没法试试那么针尖对卖忙 因为毕竟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磨合 嗯 但是大原则基本上我们俩是 这件事情对于孩子 终究是对的 嗯 最后还是会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东西不能变成 大原之间性格的对峙 你跟张子怡有性格的对峙吗 我觉得 无论是谁和谁在一块 都会有 嗯 但不会是那么激烈 嗯 不会的 教育问题 如何处理家里的这些啊 其实都是最复杂的问题 对 越复杂的问题 越简单的处理 怎么教一下 也许 在这个时间段 这件事情不聊了 不谈了 但不是把它搁到心里 嗯 准备下一次更大的爆发 嗯 也许是 谈一个两个人感兴趣的另外一件 有意思的事情 喜欢的事情 心情缓和之后 开心之后 有好多大麻烦 一下就变成了特别简单的事情 你是有办法 转念的人吗 就是在 会 当下 你可以做到 会会会 我会的 嗯 我会的 有什么招数吗 就是可以在 比方说气头上还会停下来察觉 好多时候 好多时候 人与人之间 不管是夫妻好朋友 他都是有一种 无言的默契 那种对吧 就是那种默契是没法去形容 和具体的分析的 时间 彼此的了解 欣赏或者是什么 你现在的家庭是你 以前就想过要的一个样子吗 应该是的 应该是的 很多人以为摇滚的人不想这件事 可是你说你会想要 我挺宅的 但我宅不是 我也有的时候出去 你重视家庭 对 对 我是很重视 不是一般重视 对 我最近在读一个书 那个作者就说 他他这辈子最后回 也就是他 他太太生孩子的那一天 他后来选择去开一个会 他一辈子都 无法原谅自己这件事情 我是就在身边 你陪在旁边 对啊 你所以是你早就准备好了 要陪着的 对于我来讲 我更希望 对 第一次 就只给我一个感觉 我是真正知道一个女人 有多厉害 就是这个女人是指的所有的女人 是多么的不容易和厉害 对吧 你别老一天到晚牛糊糊了 你看看人多不容易 就这一次 可是你你刚刚讲说不要老是牛糊糊 我就是表示你在家里肯定让你的另一半觉得你你很容易觉得自己很牛吗 我不是 你不是 我是特别 我我我可以跟你说就是 如果你不认识我 嗯 或者你不了解 你会觉得这个 这个家里面这个男人是非常的霸道吗 不是不是是另外一个极致 OK 就和所有人都会很好 可是你 在你的专业上 你是不是觉得你是冠军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冠军 我才得努力 OK 我要是冠军 况且了冠军你能有几件呢 对吧 确实 我告诉你我的真实想法 我每写一张专辑都觉得自己简直太勾实 太差了 但是我也知道 这个这个想法和真实感受是对的 如果你老觉得自己已经特别厉害了 你肯定就开始退步和落后 嗯 我听一下小蕾的音色 我听一下小蕾的音色 没有高频 这不是 这不是我们说的 在那边听到就可以 音响指头 不可以 像在那时 在 不行 在玩法里是不对的 动麦克位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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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蕾为什么我的耳机里听她的底骨离我比较远了 那我想知道难道正式演唱会的时候你也要签工厨吗 可是你的另外一台电脑是为了备用力 是万一这条电脑出问题 是万一这条电脑是为了备用力的 我 已经有调试他最高兴的状况 你自己现在看你 这一路走过来的过程 你会有任何 想要重做的事吗 长大时候有 有就是但有点幼稚的想法 如果我不做音乐 让我回去的话 我有可能会学武术 因为我觉得那个超酷 你知道吗 ok 然后又能防身 然后又厉害 也不一定厉害 看你练到怎么样 如果没有到你的 你讲的那种顶尖的程度 可能也是很吃亏的 我很佩服你当时 决定你要结束这个 报家街这个团的时候 你说你要 我觉得你还佩服 有多少人就觉得这个节点 我觉得你讲 你讲那个理由 我很佩服 就是你说 你知道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过两年会后悔 然后我还有进一步的 下一句话是 我有可能会恨你们 因为我依然有可能会掉入 比现在还要更困苦的生活 那个困苦我不怕 但是如果困苦影响了我 能做好的音乐 我就会愤怒 而这个我会恨 我觉得我们问自己 要不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通常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就是不这样子选 你后来会不会后悔 你现在回头看你写的歌 会有觉得你不同意的吗 没有 很多创作的实质和对生活的看法 嗯 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只有更成熟一点 哎我要的豆皮 我想吃两口 就那油豆皮的 我从音乐学院 刚毕业 我身边那个时候就好多 搞摇滚的 都一块的就骂 天天骂 当时他们就说的 嗯 一场多少多少钱 你知道那个时代 他的出场费 一场多少多少钱 那简直就是让 所有人就极度不平 当时跟我说 一场在酒吧里演出 15块钱到35块钱 上下浮动 干了将近三年 我说 你们骂的人 不管现在是九几年 你们去 15块钱唱三个半小时 你们干三年 然后你再骂他 反正他们也就没怎么理我 但是我没觉得我说错了 你不一起骂 人家就不跟你讲了呀 不是你骂别人 如果你还不如他 那这是有什么道理呢 那如果现在的小朋友 像当年你们的态度一样的 可是讲的是你 太正常了 同志 人总是要老 你年轻的时候所奋食 激俗的事情 世界永远是轮回的 而且我凭什么必须要 喜欢比我大30岁 比我大40岁的人呢 所以 比如说演唱会 我说在这个城市 卖的好 在那个城市不太好 原因是可能 观众层 我说都特正常 而且我要求主办方 不要老是照顾到我的感受 把原因告诉我 所有的原因 里面 必须要包含 比如说我个人的票房的号召力 对 我对于观众的吸引力 这一块要讲实话 别不好意思 告诉我是不是这些问题 是我的问题 我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这件事就OK了 别的都不用 你会觉得过气很可怕吗 就是他不是因为你搞怕就很好的 哈哈哈 是的 对不对 这人类最最自然的共性 喜新厌旧嘛 喜新厌旧也不一定非得是一个贬义词 是 时代进步 就包含了这句话 是 你现在还对创作有那么大的热情吗 还是说你已经 其实做到了很多你想做的东西 三月份 嗯 三月二号我开始写歌 写歌词 嗯 我一般是写 三到六个月的歌词 我会一直写到 12月 就包含音乐啊 所以 你不会觉得你要讲的话已经讲完了吗 我只会觉得我 讲的话还不够 不够妙 不够 不够厉害 讲的方法还可以更好 学的还不够牛 嗯 因为我最最最最喜欢的是 Bob Dylan 他的伟大不在于他的 唱法 音乐 嗯 他的音乐其实就是特别纯的 冰摇摇滚或者什么 就是歌词 他在这方面 强大到 有点无敌 就是太不可想象了 like running stone 是我听他的第一首 那时候 那时候我18岁 嗯 嗯 那我听完了 我除了知道他很厉害 然后觉得这个人的声音 除了尖刺耳 没有任何优点 但为什么这么厉害 嗯 那我就得了解 嗯 嗯 然后我就各种找 找来了他这首歌的翻译的歌词 看完昏倒 哈哈哈哈 我看完了他的歌词以后 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所有创作类事物 关键根本不是写什么 嗯 写什么 你一定有比我还好的创意 我现在打开车窗 随便指一个人 嗯 他心中想去表达的东西 和咱俩没有多大差别 嗯 所以根本不是这个 而是如何写 啊 我学习到他们之后 我认为我 做的比较不错的一首歌的歌词是 春天礼 啊 春天礼我写了七稿 每一稿都欣喜若狂 然后隔两天 认为是纯狗屎 然后最后这一个 OK了 哦 所有的主歌都是在讲特别具体的 24小时热水的家 啊 我的信用卡 然后我的小公主 我然后我曾经住过的屋子 全部都是每个人都经历的那些场景 但是在副歌直接说出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义 嗯 我希望埋在那个春天礼 其实 这就是学习得来的 啊 那有没有歌是你已经唱到你实在不想在台上 在唱这首歌 比如说飞的更高 哈哈 我不知道我没有这样讲 我问你啊 真的 真的吗 飞的更高 弄放的生命快乐 哈哈 不管是飞的更高还是什么 我为什么不太喜欢 而我现在真的对这首歌是否定态度吗 我也不是 因为他特别真实的反映了我在写那首歌那个年龄和当时的水水水平 不是因为你那阶段不努力 是你遇到的事情生活的磨练 嗯 学习都还不够 嗯 你别光顾着吃那个就得吃点东西 那你要不要你要不要炒饭 我这个已经很好了 吃的很高兴 别人问我音乐创作音乐有没有灵感 就如果灵感和非灵感我是支持非灵感的 灵感这个字最大的注解应该是不加思考不加反思修改 一切是浑然天成当时的高度就是之后传世的高度 嗯 我到现在差不多这14张专辑写的歌加起来有800首 可能只有两三首 晚安北京算是最早期的就这个 嗯 那难道我其他的歌都是没心没肺写的吗 嗯 所以我不觉得而且有好多人被这个害了 他在等待自己的灵感 嗯 很多特别热爱音乐的创作者 总是说最近没有感觉 嗯 我下一张要不放到明年吗什么的 然后我五年以后问起来他还是这个问题 嗯 浩浩云那边需要非常认真仔细地看映画特别的红布 这个地方是为什么有很多的大的飞蛾呢 再往后一点 这个事情完全可以完了之后 现在把它拿下去 等我们排完了你们再慢慢安 我们最后那个音愿意拉四十分钟 你也要等四十分钟 懂我的意思了吗 什么时候你听到整个乐队啪收了 才是下一首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必须要全部换成非常结实的 这个有两次都让我差点摔倒 而且我如果在这摔我会从这直接滚下去 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 好吧 我想象的汪峰比今天遇到的汪峰酷 我以为会要 费一番力气才能够把壳敲开 然后会需要费一点力气才能够让它透露出 它有多重视它自己所做到的事情 可是我发现第一个它很明确地表达 而且它是直接讲它没有再迂回 或者是觉得要保留一点 或者是要拐弯抹角地讲 这我也很惊讶 所以其实 你觉得是你自己把你的生活经营到现在这样 你可以满意的程度吗 我四十五岁以前是这么想的 OK 我现在觉得是我身边的这些重要的人 至少百分之五十是鬼谷入滩的 所以你的建议应该是被对的人环绕 这个应该是重要的事情 对的人 我不要求他们环绕我 我是一个不喜欢被簇拥的人 有很多人喜欢被簇拥 我是喜欢独自的人 但是我是喜欢对 喜欢跟我在一起的人 对他们好的人 你有一支想要写的歌 然后到现在还没有写出来的吗 我给我爸爸写 给我妈妈写过歌 给西西写过大女儿 给子怡写过就是无处安放 我现在最想写的是星星 但是我一直在努力 我想给她写一首歌太难了 啊你下午排练场有唱一首你最爱的女孩 那不是给子怡的 更更早期的 ok 那首歌出现以后很多人问过我 很近的朋友 嗯 这首歌你是写给这个人的吗 对 还是这个我我真的说就是 有一些歌你看像无处安放 我非常明确就是写给子怡 因为他就是那样的 是我就是在那个环境里 但这首歌他不是给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嗯 好 对 你这辈子还想要变成Bob Dylan吗 我25岁的时候想成为崔健 35岁的时候想成为Bob Dylan 45岁的时候没想清楚 就是有点像 反正现在就是我想成为更好的我 Bob Dylan 是在我写歌方面的一个永远的 标杆 对 就是我我希望 我认为我现在 用了二十年时间 能达到他差不多百分之十几 嗯 但我但我很开心 因为Bob Dylan对于我是是这种感觉就是 明白他既不能让我致富 也不能让我打进地狱 但是 他会像有时的时候像一盏灯 我找不到方向啊或者我累了 或者我写歌觉得很厌倦 还是这路子呢 想想他行了 行吧 行吧 这么多年我竟然一直在寻找 走 找那条流淌在心中的河流 我知道也许他不在任何地方 或是就在我心底最疼痛的故乡 究竟留多少蓝才能停止哭泣 究竟会多少头才会看到天空 谁能告诉我那汹涌的孤独与渴望 我自己到现在觉得所有我们套在不同的东西上的那些形容 或者是分类到最后他都只是一个生活态度而已 就是我认为一个人可以不是佛教徒 可是他过得很佛 那我认为一个人可以不是摇滚人 可是他过得很摇滚 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上街乎搜众声 和之后打住一起热聊节目话题 我充满着脚力 你处理着包括 我们什么都失了 包括 上帝和安定 每一个人都在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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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